網上流傳一段影片 一名男子手持斧頭追斬兩名女童 過程非常殘忍 幸好兩名女童沒有生命危險 事發在7月8日 河南許昌一個預所 片段可以見到兩名女童 正在客廳的梳化上看電視 突然響起敲門聲 較年幼的女童立刻上前開門 一個手持斧頭 走路靠靠靠靠的男子 隨即向女童施襲 其後她走入大廳 向另一名女童舉起斧頭行兇 女童一度想逃跑 不過就被人連斬三下 其後她趁機跑向大門逃走 男子其後再向年幼的女童施襲 再追出門外 目前涉案的65歲男子已經被捕 巨跡行兇的男子 和受害者的家庭住在同一條村 有志情人士透露 事件的起因是老一輩有恩怨 男子趁兩個女童媽媽出門拿快遞 趁機上門報復 不過警方未有證實這說法 有請問 是否在小女子上 不敢提至嗎 我們在小女子上 有心承諾 不敢提至 不敢提至 有心承諾 不敢提至